來 印度山頭 9月到11月是全球最糟的時期 有可能迎來新一波疫情的高峰 各位 9月之前 其他世界上的國家 就已經迎來新一波的高峰了 剛剛亮哥講了 越南幾千人確診 全都是Delta 台灣經到現在 9月 台灣發生大事 9月到11月 全球最糟時期 那 我真的很擔心 要是他烏鴉嘴真的又成真 那我們的Delta爆發 變種病毒入侵 可能才剛開始 偏偏 拍謝 你的這個 這個 他沒腦子 他只有政治思考 沒有科學防疫 Delta要進來了 神童預言了 陳時中的防疫腦袋 越來越差 五月之後還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防疫的邏輯 現在完全沒有 全部都只為選舉考量 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來 其實突破性感染 什麼叫突破性感染 就是打了兩劑還中招 叫做突破性感染 還不是我們有所突破 是病毒厲害 病毒有所突破 突破了兩劑疫苗的保護力 所以叫突破性感染 不要覺得突破性感染 聽起來好像我們很厲害 我們突破了什麼 對不起 是病毒突破了些什麼 突破兩劑疫苗的保護力 他的小朋友 上課也確診 應該不是兩天啦 因為他是9月1號 9月1號就不舒服 9月2號不舒服 他就沒有去上課了 9月2號採檢 對採檢他就沒有去上課了 但是9月1號他很有可能 身上已經有病毒了 而且採檢出來剛剛亮哥也說了 他的病對他的CT值很低了 表示他傳染力是非常高的 是非常高的 來陳時中也講了 可能是變種病毒 那剛剛兵哥亮哥也提醒大家 不是可能 可能性是很高 因為最直白的判斷 能夠突破性感染 這機師都已經打兩劑疫苗了 打了兩劑還被感染 你說是原本的阿法還是什麼武漢 什麼什麼豬什麼豬 可能性真的很低 因為他們是打兩劑疫苗 基本上防護得了的 那怎麼會三個機師都打兩劑疫苗 還三個都染疫 所以是Delta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現在事情發生了 趕快補破網 但是破網補得起來嗎 補得好嗎 來王必勝又來了 看到王必勝 大家好像看到希望一樣 我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什麼 真的啦 這個布陶 所以他幹嘛了 出現王必勝就是危機來了 需要他去擦屁股 真的 兩次都這樣啊 那個什麼 新竹科 竹科也是啊 布導也是啊 市場也是啊 對啊 市場也是他 已經進駐某高工 不用某高工了 新聞都寫成這樣 來 校園封鎖 家長急個半死 各位 光是看這個畫面 我想請問你 這個孩子 我們希望他能夠平安康復 也不要傳給別人 我不知道 這個小朋友 他 可能九號就已經 一號就染疫了 他帶著病毒進到了 學校裡面 然後進到學校裡面以後呢 二號 他不舒服 沒上課 採檢 確診 隔離 可是二號 其他的小朋友還是去上課喔 好 那二號他確診 學校知道了 指揮中心知道了 桃園市政府知道了 衛生局知道了 是不是應該在二號就 大家通常在家裡 通常不能出門 等採檢結束再說 沒有 他們叫三號 叫孩子一樣到學校去 到學校去以後 事情爆發了 這些家長急了個半死 騎摩托車的 搭公車的 坐計程車的 跑去外面走來走去 我想請問 如果他們的孩子 有可能曝露在病毒當中 一號二號兩個晚上 他們都跟這些家人在一起 這些家人 有沒有可能也有染疫 你開玩笑吧 他PCR要做兩千八百多個 對 所以你把這些小朋友 到學校關起來 做PCR 然後家長跟他們 昨天晚上一起吃飯 同桌吃飯 搞不好還聊天 然後在外面走來走去 在幹嘛 你到底在幹嘛嘛 亂搞嘛 來 玉君 那第一個就是 我了解就是在一些 這個 重大事情狀況的時候 官員的出現 或許可以讓大家 稍微有點信心 我不太懂這個王必勝 他進駐 就是這個進駐這個抹高公 跟他不進駐抹高公 哪一些事情是他非在那裡 做不可的 做這個秀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那你跑那裡面去 是不是也是增加了這些的風險 不管是你個人 藍衣的風險 或者是跟著你進去藍衣的風險 這我實在是想不通啦 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有電話 有網路 有這個電腦 可以視訊 對 我不太懂他做這個秀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對 為什麼要到現場去 就像陳時中 有事沒事 清晨就跟他偷襲 我來了 我來萬華走一走 我來市場走一走 有沒有 好幾次 你去了然後咧 可以幹嘛 他這個就是為了 捕捉一些新聞畫面 他這就是為了等待說 哎呦現在這所有事情 under control 我王必勝當你來的時候 做了什麼什麼 這是造成的另外一個 一個一個 給他們一些素材而已嘛 完全不必要的事情嘛 所以才會造成說 外面一些家長 也在外面等待 然後讓整個桃園地區 布露出染疫的風險嘛 那你王必勝 這根本就應該在前一天 就指揮學校 不管是用私人的軟體 或者是公共的 不管是新聞也好 電視也好 去宣傳說學校的人 不要來學校外面 增加藍疫的風險嘛 這簡直是荒腔手板嘛 那你回到頭來說 好今天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你看喔 這短短兩個禮拜內 事情都差非常遠 如果BNT 可以早一點進入台灣 如果BNT 可以早一點施打完成的話 今天大家 不是比較放心嗎 我們完完全全是 跟時間賽跑 大家不要忘記喔 昨天陳時中 才告訴大家說 我們明年的疫苗 BNT三千萬劑 是夠的 這看起來是夠的嗎 有人疫苗 買這剛剛好 算好說 兩千三百萬要打 我買五千六百萬劑進來 有人這樣子買疫苗的嗎 你確定疫苗 通通都會如其道嗎 你確定一個人打兩劑 通通是夠的嗎 這整套過來就看到 陳時中是荒腔走板 他不但是 又是你剛才一直講的 就是說一個 就是說他是為了政治考量 他不只為了政治考量 他還為了金錢考量 高端 他們到今天還 之前還在互高端 還在炒股是嗎 還在互高端 因此不讓國外的疫苗 再順期或者提早進來 他們整個佈局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賭說我不會有疫情嘛 所以我等到高端可以打 就現在大家也不願意打高端了嘛 然後他第一個 疫苗不足 第二個 他又怎麼樣 政治上的考量 先跳過了過去的一個施打邏輯 你這樣一個施打邏輯 你就照順序下來打嘛 既然年齡層是一個施打邏輯 社會講的公平正義就是這個嘛 憑什麼你陳時中大筆一揮 就可以改變這個施打順序呢 所以我覺得難怪今天很多人 開始為我佑正跟滿志剛 這個年紀的人開始暴躯嘛 說為什麼我們到底是招誰惹誰 為什麼大家打完之後要跳過我們 到我們之前都是年齡下來打 然後BNT進來之後是年輕人先打 然後我們就被晾到旁邊 然後我們每一天是那個需要工作 然後需要這個養小孩養父母那幫人 我們其實是滿倒霉的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桃園這個事情呢 能夠圓滿的落幕 大家趕快普篩快篩 然後呢慢慢的事情都都不要 把這疫情外溢出去 這是我們當然希望 但是看到陳時中的總統表現 我們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期待 有太大的信心 那這個印度神童至少今天遇見 一個好的事情就是說可能11 12月 全世界會帶來一個新的契機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撐到那個時候 但是我看以陳時中現在表現 他是撐不到那個時候 所以12月可能台灣真的要放鞭炮 陳時中要下台了 不要講說什麼到11月 9月如果按照印度神童講的 我還是要說民俗說法不可盡興 僅供參考 如果按照他講的9月台灣出大事 那如果台灣能出什麼事 阿公的營廟要打過來 還是美國要跟台灣建交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現在他所謂的大事 要嘛是天災 要嘛叫人禍 不過上一次台灣被預言會有大雨 有沒有高雄南部 是不是滿地天坑 陳其邁也沒事阿 市長做得好好的阿 然後就是疫情 疫情是天災還是人禍各位 一半一半啦 疫情的發生可能叫天災 但是疫情沒有控管好 那就是人禍啦 誰的禍 他 這個 在我這 他 有沒有這個 就他 來看下一張 我帶你好好的爬樹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三個機師他的小孩 跑去哪裡 學校又是怎麼樣的智障低能處置 好嗎 來 這個是之前的機師 也是飛芝加哥 回來回來就中了 我還是希望這個染疫的機師朋友 都可以平安健康 也希望你不要傳給其他人 來這兩個就是關鍵 16119 剛好叫119 真的是救救我119 還有16120 這兩個機師是同班執勤 什麼叫同班執勤 就是他們是一起飛同一架飛機 而且我新聞看的很細喔 他們兩個還都是正駕駛 就是坐在左邊的 有沒有 坐在右邊的是副駕駛 坐在左邊的是正駕駛 那兩個正駕駛 因為他們要輪嘛 因為是貨機嘛 所以他們要輪班 所以兩位都是正駕駛 那到底誰傳給誰 現在不清楚 但是 這個16120 我剛剛是不是說他有飛芝加哥 對 他8月30號 飛澳洲的時候 跟他一起飛澳洲的時候 8月26號 他也飛了芝加哥 他也飛了芝加哥 你要知道喔 他們飛澳洲是當天來回喔 是不會下飛機的喔 可能在飛機這樣休息吧 我不知道應該是 飛過去加油清掃卸貨咻 就飛回來了 我們卸貨上貨幾個小時 他就飛回來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離開 飛機 或是進入機場的 更不可能出境 不可能 所以他應該是在飛機上面 換句話說 他們兩位 在澳洲這趟航程當中 感染的可能性 應該比較低 所以是不是這位120 他26號飛芝加哥 跟他一樣 都是在芝加哥感染的人 這個可能要釐清一下 那芝加哥最近都不要去了 最近都不要去了 很可怕好不好 來 所以現在是不是有可能 他去芝加哥 染疫回來 他們又一起飛同一班飛機 所以他傳染給了他 這是要釐清的第一個問題 然後大家更難心的是 現在這個120 爸爸很辛苦 還要去飛 要養家活口 傳染給了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呢 九月一號發病 其實之前就不太舒服了 但是一直以為天氣熱嘛 又開學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可能有點中暑 所以家人其實也沒有太在意 也沒有太在意 所以就讓他九月一號 到學校去上課 一直到九月二號 爸爸確診 他身體真的不舒服以後 趕緊請假篩檢 才發現CT值高達 11 11的意思 就是很會傳染給別人 30 34 28 反而是不會傳染給 傳染力比較低 CT值越低 傳染力越高 所以這個數字一出來 嚇都嚇死了 再加上前面我講了 他們都是打過兩劑疫苗的 所以他們感染的 很有可能都是變種病毒 如果他們是變種病毒 那他也是變種病毒 不是嗎 然後我剛告訴你了 九月一號 他開學了 他上學了 爸爸現在被診斷 是八月二十八號就發病了 也就是說 八月二十八號 二十九號 三十 三十號去飛啦 三十一 九月一號 爸爸都跟兒子 住在一起 一起吃飯 應該沒有一起睡覺啦 孩子大了可能 睡隔壁房 一起聊天 所以如果爸爸是Delta 那小朋友呢 當然 當然有可能 好 所以陳時中來 拿出他的辦法 他說同班同學家長跨班上課 曾跟該生同教室的人 都要集中檢疫十四天 預計五百多人已經被妥房間 等於是跟他有 很 很直接或很間接接觸的 大概有五百多人 那另外呢 有可能有兩千多人 是要用其他 不是同校的 不同樓層的 不同年級的 老師 校長 遜導主任 教務主任 這些人 有另外的管理方式 另外的管理方式 來 同時針對機師的部分 長榮要加長芝加哥機場外 機場外在的檢視 報告出來之前 所有前往芝加哥的機組人員 都要居家檢疫十四天 就待家裡十四天不肯動 我是覺得很奇怪的 那美國只有芝加哥有Delta 其他地方就沒有 如果從紐約回來的 就沒關係 這個標準的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對 簡直莫名其妙 怎麼會有這樣子 不是 結果他美國芝加哥回來染疫 那就是美國回來的都要 歐美回來的都要 結果美國芝加哥回來的 那就美國芝加哥回來的 那隔離就好 其他人先不用 五加九就好 你看啦 你看啦 我就說我用屁股想 我都想到的是 他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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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裡就是 應該是說他想得到 我們大家都想不到的事 對 他想的跟我們都想的 我們想的都不一樣 對 他跟我們想都不一樣 不怪人是不中 你看 我們就只能在這邊 每天狗飛火車 對牛彈琴 好來 長榮當然也有相關的說法 目前是一千四百 一百二十 一百四十二個人居家隔離 然後兩千七百零三人 自主健康管理 總共匡列兩千八百四十五個人 那當然 這整件事情 除了機師的管理 剛剛亮哥兵哥已經講到了 原來我們現在機師 在這件事情之前 基本上是 你就是關注自己的健康 自主健康管理 把自己放在家裡 有必要還是可以出門 沒必要就不要出門 就這樣 就這樣 在三加十一的破口之後 五月的疫情爆發之後 我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他不是疫情三加十一爆發 又改成五加九嗎 五加九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改掉了全部都沒有 連三加十一都沒有 連各位連三加十一都沒有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在那邊講說機師 爬爬爬爬爬爬 這個是短程航班 長程一樣要五加九 對 短程不用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那他26號從芝加哥回來 為什麼30號就飛了 他去澳洲又回來 澳洲算短程 沒有啊他26號飛那個啊 那芝加哥算長程 對啊 那就奇怪了 他有抓到 26號才飛芝加哥 那26號應該是兩天三天回來 他就再飛澳洲 對然後馬上就飛澳洲 然後 他就算澳洲是短程 對所以就不用 這樣不對耶 對這樣不對 沒有錯 抓到了 26號飛芝加哥 長程回來應該要五加九 26號 假設26號到啦 26號到台灣好不好 那五天也是要31號啊 對 結果他30號就去飛 哇那這個長榮問題很大 又抓到 亮哥聰明 又抓到 總之啊 現在看到看到了 趕快插屁股 來屁股笑起來 因為他如果真的落實五加九 他是不能飛的 他跟他兒子真正見面的時間 可能他就已經是30 CD值就30了嘛 對 那他兒子可能就不會中 你看 就是這樣嘛 沒錯 差在這裡 對 他如果真的 那個26號 假設他回來就已經有病了 對 那他可能26號去 關起來 28號他可能就 29號就不舒服 就算他都沒講 但是等到他31號 接到他兒子的時候 他的CD值已經很高 已經很高了 他就不見得會傳染給他兒子 對不對 那他兒子也就不會把病毒 帶進學校 也就不會發生 接下來要告訴你的 我沒有畫面對不對 畫面好了嗎 字對好了嗎 可以了 來來來來 我請這個我們的同仁 有才的同仁 剪了一個影片 看一下這個無敵愚蠢的政策 來 我們現在已經四個多小時了 醫療團隊到現在都還沒有進駐 搞什麼東西啊 所有的家長大家都會憤怒啊 誰不會憤怒 小孩子在裡面 誰都不會憤怒 打電話給他們裡面 教育處主任 教育處主任說 我們現在還在等醫療團隊 已經四個小時了 四個小時你們進來沒辦法 什麼醫療 醫療團隊什麼東西都沒有進駐 打電話給衛生局 衛生局說 我們醫療團隊已經進駐了 進駐在哪裡 小孩子剛才傳訊息給我 我說他們還沒做快篩 那我們要教學生要 帶我們家長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就說我現在就是 我也不了解什麼狀況 他也不會自動動作 我就要來學校問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要來學校問他 但這個案例 我們處理的稍微謹慎一點 所以就是他全校 就需要請課 桃園市的本身 我們希望他能夠加強警戒 那其他當然按照我們的 二級警戒來做 那我們第二觀察期大概就七天 先看七天的初步的一些採檢的情況 怎麼樣 然後再做滾動式的檢討 那今天我們早上 以學校進行的疫調追蹤以後 我們決定這個全校都停課十四天 桃園市有進行的這個二級的管制的加強 那其他的防疫措施 目前仍然按照二級警戒的標準 那這個加強版會執行一個星期 從九月三號執行到九月九號 你看到沒有 為什麼我把它剪在一起 我們這個玉米剪得非常好 家長騎個半死你看到沒有 在那個學校外面大熱天 戴著口罩安全帽 我的小孩來學校不能回家 學校也不過呢怎麼回事 然後為什麼出事了 還讓小孩到學校 到學校以後又沒有醫療團圈進駐 家長又在門口等 昨天我跟我小孩吃飯 我小孩在裡面有染疫的風險 我沒有 然後我在外面跑來跑去 腫來腫去 緊張的半死 一口蒼蠅賺來賺去 你看看這種防疫作為 各位 這不是學校的問題呀 怎樣 今天有一個可能染Delta病毒的孩子 進到學校裡面 那個病毒出去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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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下台 這是市政府的問題呀 這是鄭文燦的問題呀 鄭文燦你幾次啊 布陶一次 諾富特一次 現在學校再來一次 你還差哪裡沒 下一個幼稚園 是嗎 還在托兒所 你到底還要出多少皮肉啊 然後你看到沒有 家長幾個半死 陳時中 說 滾動式檢討啦 滾動式檢討啦 你還滾動式檢討 你滾動式倒倒要檢討 你拜託病毒 打電話給病毒說 病毒你也滾動式慢慢感染 好嗎 陳時中昨天 我昨天忘了罵他這件事情 我們說欸 外面有好多那個Delta病毒啊 還有那個新的什麼 什麼Landa病毒 要萬一進台灣怎麼辦 陳時中說 我們要沉住氣啦 我們一步一步 一個一個問題解決啦 對 他還真沉著住氣 鄭文燦你還真沉著住氣 對比 爸媽的緊張 你看這兩顆 這兩顆 幾顆頭是桃園市長 幾顆桃園市長 鄭文燦想要選總統啦 一個叫做衛福部長陳時中 想要選台北市長啦 這種防疫方法啦 來啦 九月三號凌晨 校方緊急通知 該校所有學生停課 所以其他的同校學生 該班所有學生停課 其他同校都沒通知 所以大家都還在去上課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來 十點鐘 說下午的課程趕在室內 然後老師才要學同學 準備好停課的準備 衛生局才說 接下來十四天 要改採遠距教學 請學生自主管理 不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對 因為他要叫學生回家了 然後就說 你們回家不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可是學生來的時候已經打了 衛生局你是頭殼壞了是不是 這整件事情該不該發生 各位我請問你 如果是你 你的小孩 他的同... 不要講同班 同校就好 同校有人染疫 而且可能是Delta病毒 然後學校沒跟你講 你的小孩隔天還開開心心的 搭公車去上學 你心裡是什麼感受 你會不會跟那些爸媽在門口 破口大媽一樣 你一定會 那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不發生 我就先檢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不發生 學生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去學校的 剛剛病哥說了 學校講說 我沒辦法那麼多怎麼通知 你以為現在是民國六十年是不是 只有室內電話 晚上跟女朋友講電話還要躲在被子裡面 在外面 在外面還要拿電話卡出來 插電話卡 然後撥電話 是投幣式 現在什麼年代啊 不會用手機 你不要騙啊 所有的班級都一定有群組 其實右正 你看他那個凌晨組織方式就出來了 9月3號凌晨 緊急通知該班所有學生 這證實什麼事情 第一個 他是聯絡得到學生 是 第一個他聯絡得到 因為他全班學生都聯絡到了 第二個他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代表什麼意思 他本來只想 說這一班就算 就這麼簡單 沒錯 然後到了早上 到了學校之後 他們才發覺事情大條了 所以你看他10點才告訴大家說 下午的課一律改在室內 表示10點以前 大家知道高中升8點鐘就上課了 所以10點以前 可能有兩堂課的時間 那邊還是有人上體育課 是啊 所以他們是到10點以後 才決定要擴大處理的 表示一開始 一直想把它定位為 就只有那一班人就算 可是陳榮違背了什麼 當初你在解研的時候 就是從三級降為二級的時候 你自己說 我們一開始會規定比較嚴 只要 有一個學生做 那個學生先停課 你記不記得他一開始這樣講 他是說一個學生重就 全班停課 兩個重就全校停課 所以他當時說 我要一開始要採取比較嚴的組織 結果呢 對就是全班 一個重是一班 那因為這可能是Delta 所以他變成是 一個就全校 可是 什麼叫做停課 就是喔 我該怎麼舉例 這個蠢道 我覺得我很會舉例 但是蠢道 我不知道怎麼舉例 就是 現在學校有染疫風險 我要宣布停課喔 請大家到學校來 然後大家來學校 來我們今天停課喔 然後大家回家 然後停課理由是 因為你們到學校來會染疫 對 然後我已經來了 對 然後我已經來了 然後我已經來了 我再補充一個壞消息給你 獅子王的CD值是18 他是11耶 對啊 小朋友是11耶 對啊 完蛋了 這個不是獅子王 這是星巴 這個獅子王是慕法沙 慕法沙 看個玩笑 我希望 我還是希望 爸爸 希望大家都沒事的 小朋友都平安 我真的希望你們都平安 我說過了 我絕對不是那種嗜血的媒體人 像什麼哪幾台 哪幾台 最好越嚴重 越嚴重越好 每個人給你們 我寧願我不要 我沒有人看 我寧願 我也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 我寧願大家都平安 最好是讓我沒工作 爽 我去做別的 來 志剛好好表現一下 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從五月開始講 台灣有一個政府 叫做民進黨政府 他每個月他都會出事 每個月都出狀況 五月三加十一 造成現在萬華 還被認為是 這次台灣破口的罪魁獲首 疫情破口就萬華 對不對 然後有獅子王 大家記得獅子王的稱號 然後後來 六月時候 擋郭台銘的疫苗 如果我們那時候 沒有擋郭台銘的疫苗 我們現在是可以早點打 拜託 零權不用打 疫苗都打完了 事實證明 郭台銘是買得到疫苗的 那時候 你給他那麼多的限制 你就是認為他可以買不到 你再賭他買不到 因為當然 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說要買疫苗 現在事實證明 郭台銘是買得到的 如果你六月不賭他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已經打完了 七月的時候 你讓奧運英雄做經濟艙 當然跟這題目沒有關係 我們就跳過 算了 八月底 郭台銘說他可以追加 三千萬劑疫苗的時候 居然蘇貞昌說我們的備用疫苗已經足夠 我剛剛查了一下 台灣今天打第一劑的疫苗的比率是46.04% 那代表我們還有50%以上沒有打到第一劑 當全世界有些都在打第三劑的時候 我們還在打第一劑 你怎麼會說我們的備用疫苗足夠呢 是啊 我再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外面買了那麼多疫苗 到底什麼時候有來 我們現在自己買的疫苗來多少 你要講對不對 來來來 告訴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自己買的來多少 莫德納 我們訂了550萬劑 只來了27% 150萬劑 AZ我們訂了一千萬劑 只來了32.6% 326萬劑 COVAX 我們透過COVAX買了476萬劑 只來了61萬劑 12.8% 我們訂了那麼多疫苗 你說我們都足夠了 是足夠了 如果都來的話 現在沒有來怎麼辦 郭壇明證明他買得到 台積電證明他買得到 池機也證明他買得到 為什麼你不讓他們去買呢 是因為我們要打高端嗎 我可以 老實說我這邊 我可以很謝謝民進黨政府 終於讓我們跟別國一樣 只要你想打疫苗 你一定有疫苗打 可是我們不想打高端 你現在想打高端 你走到醫院 你就絕對可以打 我們終於跟國外一樣了 隨時都疫苗可以打 問題是我們不想打這個疫苗 那再來 我們需要的有一個是 危機處理 應變危機能力的政府 當你每個月都在搞事的時候 都是人民在承受這個苦痛啊 這個會不會又是3加11的翻版 對 如果是的話 這個基本上 像剛剛亮哥說的 現在是短程是5加9 長程是5加9 短程是根本不用 對 根本不用 所以他才會一回家 就傳染給他兒子 對 不然他兒子怎麼可能11 對 他最後調查是28嘛 28不可能傳出11嘛 對 一定是之前有更低的時候 對 沒錯 各位對不起 你自己思考一下 這個機師身上有幾個破口 第一個 3加11很明顯的 他是不夠防止5月當時的疫情喔 對吧 來想清楚 5月當時的疫情 就是因為從5加9改成3加11 對不對 換句話說 5月當時的疫情 應該要用5加9 也許能夠防得住 好 這個邏輯我們先建立 5月當時的疫情要用5加9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 5月當時的病毒 跟現在的Delta病毒 比誰比較厲害 現在的比較厲害吧 所以5月要用5加9 現在還是5加9 100個敵人來 你放50個人打不贏 所以我換成100個人 打100個敵人嗎 100個來 我50個打不贏 那我就放100 現在敵人來500 我們台灣厲害 還是放100 這就是陳時中的防疫邏輯 我請問大家 你身為一個疫情中心的指揮官喔 你看到國外爆成這樣 你的頭上沒有一根頭髮想到 要去加強邊境管制 包含機組員的相關限制跟隔離天數嗎 你完全沒想到耶 你完全沒有想到耶 換句話說各位 我們對機組員的限制 從3加11爆發被罵改成5加9之後 到現在完全沒改過 而且還放鬆 當時的5加9是全部喔 我不管你長程短程 你全部給我5加9喔 現在還變成短程不用5加9喔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當國際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我們對於邊境的控管 越來越嚴重